大家好,今天进入我们第二堂课 第二堂课咱们要学一个新的内容了 就是要把这个二节模方复原 二节模方对于我们来说应该不是很陌生,对不对 我相信有一些小朋友在学完三节模方之后 可能已经能够自己摸索出来如何复原二节模方了 因为它就相当于咱们三节模方的八个角块 好,那既然大家都会了一些的话 没关系,我今天还会再教给大家一些新的内容 保证让大家觉得,哇,打开眼界,原来可以这样拼啊 那咱们就一起进入课堂吧 那我们今天呢,学习的这个二节模方的复原方法 叫做层线法 层线法呢,指的就是咱们也要先拼第一层 一层一层往上拼,再拼第二层 那拼第一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 不能是随便先拼出来一个面,对不对 咱们要把这一圈都拼好 那好,咱们还是遵循以白色为底 那第一步呢,咱们先要找一个带白色的角块 好,随便找一个,比如说这边有 那你把它当底也可以 或者把这个面当底也行 看大家自己的喜好了 比如说我找到一个这个 白红蓝 拿它这个角作为坐标 白色冲下 因为大家可能发现了咱们二节模方 是没有中心块的,对不对 没有中心呢,我们就不知道这个面是什么颜色 那既然我们如果以这个白红蓝当作基准 当作咱们的底面以后呢 就知道了,这个面是红色,对不对 这个面是蓝色 那根据咱们自己知道的那个 如果以白为底 那上面呢,就是黄色 如果这个面是红 对面呢,就是橙色 如果这面是蓝 那这面就是绿色了,对不对 那咱们就确定了这每个面的颜色了 好,那咱们第二步 要在顶层找带白色的角块,对不对 好,我们首先呢 先找这个白红绿色的角块 白红绿 那你们要想想哪个角块的位置 应该是白红绿的位置呢 这面是红 这面是绿,对不对 你看,这个白红蓝啊 已经是咱们的基准了 确定了这个六个面的颜色了 所以红色是这个面 绿色是这个面 那白红绿呢 就要放在这个夹角的上面了 是不是 这个面是红色 这个面是绿色 红绿夹角的上面 如果放在这儿的话 那我们这个 现在白色是冲右手边的 没有看着我们 怎么办 怎么把白色角放下去 开门 转过来 关门 哎,是不是就放好了 你看,这两个白色在一起了 而且这个红色也接上了 那我们再找一个哈 嗯,比如说找到这个 白橙蓝 白橙蓝应该放在哪儿啊 这边是蓝色 这边是橙色 所以把它转到橙蓝夹角 是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好,我们先把模仿转过来 它还应该下到底下去 现在白色冲上 怎么下去来的 白冲上的工事 先开门 转两下 关门 回来 再开门 把它放下去 关门 哎,白橙蓝是不是也进来了 好,我们还查最后一个 白橙绿 那白橙绿现在 已经很直观了 就是要到这个位置 橙绿夹角 所以白橙绿呢 这块要进这儿 那白色现在冲上 冲上我们还是那个工事 开门 转两下 关门回来 开门 把它催进去 关门 哎,这样我们的第一层 是不是就拼好了 好,我们第一层就拼好了 哎,那刚才我这种方法啊 是基于咱们要对这个 模仿的颜色 特别熟悉的情况下 才能把它拼出来 刚才我这种拼法呢 是基于大家要对这个 模仿色相非常熟悉 才能把它拼好 那我们现在呢 再来一种情况看一下 好,比如说是这样的 那我们拿到一个模仿以后呢 发现这两个白色连在一起的 对不对 我们把它先冲下 哎,那我们就不知道 到底是它为标准 还是它为标准了 反正这两个里面 肯定有一个是错的 是吧 因为它们两个颜色不相同 它俩不应该在一个面上 那如果我们就还是假设这个啊 白乘蓝为正确的颜色 这边乘,这边蓝 这边应该是红色 后面应该是绿色 所以我们在顶层找到 哎,这有一个 白红蓝,对不对 白红蓝脚块应该放在 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面是蓝色 这个面是红色 所以蓝红夹脚在这 那把白红蓝放到这 现在白色冲,没有冲我们 开门,转过来,关门 就放进来了 白红绿呢 白红绿想想啊 应该放在这个红色旁边 对不对 放在这 白色冲着自己呢 说不要看我 开门,回来,关门 好,那再找一个 现在在上面找不到 那个带白色的脚块了 在哪呢 在下面,对吧 在下面的话 那就跟我们三接的情况一样了 我们要先开门 把它踢出去 再关门 那这样呢 它就跑到顶层去 然后顶层再让它回来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方 用公式把它放进去 这第一层就拼好了 好了,我们再看一种情况 如果有的小朋友啊 拼好这个魔方以后发现 诶,我这个面怎么都是不对的呀 是不是 你看,虽然这个底面好了 但是这一圈不对 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有两个办法可以把它解决成一层都是好的 第一个呢 就是先把这个错误的一块拿出来 比如红绿吧 开门,推开,关门 先把它拿出来 然后你想想,红绿 那绿色,比如说有绿色吧 绿色是不是应该挨着绿色 放在绿色的旁边 它就应该到这个位置下面来 好,我们转过来 白冲自己 不要看我 开门,回来关门 就进去了,对吧 那再找一个 白橙蓝 应该放在 挨着橙子 这个方 放在这里 开门 推过来 关门 那这样一层就好了 那有的小朋友 那个模仿可能是这样 也是拼好了 但是他对不起 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除了这个 把它先提取出来 踢到顶层 然后让它进入自己的位置以外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大家还记得那个顶层 U字型公式吗 咱们在三间模仿里 对,就是那个公式 我们也可以解决这种办法 比如说 如果你拼好这个白色底面了 但是它旁边都没有对齐的话 那可以把这个白色冲上 假装它就是咱们那个顶层了 顶层 去找有没有两个连在一起的 连在一起的这两个呢 就作为U字型的那个公式 冲右手边那个了 把它顶面冲自己 做一次U字型公式 上两下 抵两下 低头 向右看 抬头 抵两下 低头 向左看 低头 对 发现这样就拼好了 是不是 也可以达到咱们这个 一圈只拼好的目的 现在再把它翻回来 翻过来以后呢 咱们第一层就拼好了 那刚刚这个情况可能大家做起来比较困难 有些小朋友就会说很容易就拼成这样都没有连在一起的情况了 对吧 那没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要是记不住哪个面是哪个面的话 我们就这样看 先找到一个基准 好 找到一个基准 最好找这种 只有一块的 不要找这种两个连在一起 而且还是错的这种情况 放个底面 如果它们两个已经连在一起了 那我们可以拿它当成底面 但如果像这样错的 咱们就可以先不选它 选这种单独的一个白色角块 作为底面 好 然后呢 再到三楼去找 带白色的角 白红绿 白红绿这有一块 那它呢 应该是挨着这个成绿房的 应该放在绿色的左边这个位置 对不对 看 这个白角 白成绿 白红绿应该在这 所以先放在这个上面来 对吧 这个绿色 它们两个都有绿色 都应该放在同一面上 有的同学说了 这不是也是绿吗 那为什么不能用它呀 因为它底下不是白色的呀 这不是我们要拼的那个白色角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是要让这个白红绿的角块 进到这个位置 还是要把它放在你的右上角的位置 右上角哈 好 那现在呢 白色要放下去怎么办 白冲旁边呢 没有看着我们 开门 转过来 关门 就进去了 好 两块搞定了 再找一个 找一个白红蓝的角块 白红蓝呢 我们要先把它放在 红色 挨着红色 放在红色旁边 白红蓝 放在红色旁边 哎 千万别放在它的旁边啊 这块又是一个误导我们的块了 它不是带白色的角块 这一块 白红绿才是带白色的 在带红色的角块呢 我们要把白红蓝放在它的旁边 也就是这个位置 好 放在这个上面了以后呢 还要把它整体放右手边 现在呢 白色角块 从旁边 开门 转过来 关门 哎 这样 三块都好了 第四块 如果在里面的话 我们就这样 开门 踢出去 关门 先把它拿到三楼 再重新放在这个位置上 再用公式把它放回去 就好了 好 这个是我们要理解 每个面颜色 才能放好 对不对 那如果有的小朋友 真的没有办法 觉得 哎呀 实在是拼不好 老是拼成这样 错误的情况的话 那我们就用 刚才那个用公式的方法 只要看到 有两个能连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先把它翻过来 顶 这个白色底面 朝上 找这种两个连在一起的 冲右手边 连在一起的冲右手边 然后让顶面冲自己 也就是这个白色 变成顶面冲自己了 我们做那个换角公式 是不是 U字形公式 上二 底下两下 低头 向右看抬头 在底下这两下 低头 向左看低头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就拼好了 那如果我们 有的小朋友那个 底面啊 发现 哎 它每一个面都是乱的 没有连在一起的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还是把它翻上来 翻上来以后啊 就随便一个 冲右手边 做U字形公式 顶面冲自己 先做一遍 上两下 低两下 低头 向右看抬头 底下转两下 低头向左看低头 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会有两个 连在一起的出现了 看是不是 有两个连在一起了 把它冲右手边 顶面冲自己 再来一次 重复一遍 U字形公式 它就能拼好了 好 那我们第一层的方法 就到此结束了 好 那我们现在这样啊 看一下顶面黄色 咱们呢 需要把顶面黄色 先封顶 盖好了这个顶面 是不是 怎么办呢 诶 这个有点像 咱们三阶什么呀 我现在先拿一个三阶 大家对比一下 如果说二阶是一个 没有棱块和中心块的 三阶的话 只剩脚块的话 我们现在看看 这个大家都认识 是一个小鱼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呢 那不就是 没有这个骨架的小鱼吗 只有小鱼头和鱼石了 对不对 这有一个鱼石 这有一个鱼石 这也有一个鱼石 诶 我们先转过来啊 看着鱼头在左手边 诶 右手有一个鱼石 那我们就用小鱼公式 把它复原 开门 推一下 关门 推一下 开门 推两下 关门 诶 顶边就复原好了 对 其实它这个二阶的情况 跟我们三阶一样 我们只是要看 只是要看上面 是插三个角的时候 那就是小鱼了 嗯 我们先找到小鱼头 那鱼石在右手边的时候 咱们就用右手做小鱼 开门 推一下 关门 推一下 开门 推两下 关门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另外一个 插三个角的情况 诶 现在鱼头在这 那鱼石呢 跑到这边来了 对不对 那这就是我们的左手小鱼了呗 好 咱们一起来做一次 左手小鱼 出院好了 对吧 好 我再慢动作来一次 我们先找到鱼头 离它最近的鱼石在这里 好 用左手做一次 开门 推一下 关门 推一下 开门 推两下 关门 诶 顶面就复原好了 对吧 顶面黄色就复原好了 诶 那我们现在看看啊 咱们之前说三阶里面 顶面十字出现后 会有几种情况来的 是不是有七种 对 七种 除了小鱼以外 还有五种 比如说 差四个角的有两种 差两个角的有三种 那在咱们这个二阶中 同样的道理 还是会有七种情况 刚刚那两个减板的小鱼 咱们都看完了以后 还会有剩下的这个五种情况 比如说 差两个角的 比如说 有一个大炮的情况 是不是 那类似于我们三阶里面 那个大炮的情况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种 在三阶里面 还有一个拆两个角的 双小鱼头 两个小鱼头的情况 诶 也像一个飞镖 是不是 诶 那这个 是不是 就正好是这个图形 那还有呢 我们在三阶里面 还有一个是 这个 我们在三阶里面 是不是还有一个 坦克的图形 在二阶里 同样也有这个情况出现 好 我们都要把这个十字去掉 哦 那还有 比如说 我们在三阶里面 插四个角的情况 诶 那插四个角的时候啊 在我们二阶里面 就是上面一个黄色都没有了 对不对 那这四个角都跑到了侧面 前面 诶 对 就是这个 那还有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十字 还有一个这样的十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这五种情况 咱们之前都是用小鱼来解决的 对吧 好 我们也来看一下 在二阶里面 能不能用小鱼来解决呢 好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 先来看十字的这两种 嗯 比如说 这个 两个在对面的这个 黄点 那我们原来怎么办来的 找两个在同一侧的 冲左手边 然后用右手做小鱼 先做一次 右手小鱼 开门 推 关门 推 开门 推两下 关门 好 它就会变成小鱼了 对不对 好 变成小鱼以后 我们自己就可以解决它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十字 第二个十字 还是找这个 两个在同一侧的 冲左手边 另外这两个点 一个冲前 一个冲后 那我们呢 还是可以用小鱼 找到两个在同一侧的 冲左手边 然后用右手做小鱼 开门 推 关门 推 开门 推两下 关门 哎 就变成了这个 小鱼了 对不对 好 再做一次右手小鱼 就复原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三种 差两个脚的情况 比如说 第一个 哎 这个两个脚是大炮的情况 对吧 咱们是不是说 左手大拇指要捏住一个黄 黄色的脚 然后用右手做小鱼 开门 推 关门 推 开门 推两下 关门 好 上面又差了三个脚 变成小鱼了 变成小鱼要找到鱼头 旁边的鱼石 这回跑到左手来了 那我们就要用左手做小鱼 开门 推一下 关门 推一下 开门 推两下 关门 好 这样黄色就都拼好了 对吧 好的 那我们呢 现在再来看一下 另一种情况 比如说 双小鱼的情况 两个小鱼头 那我们之前说的是 左手摁一个黄点 右手用小鱼 对吧 那咱们还是同样的道理 右手做一次小鱼 哎 它就变成小鱼了 那咱们再看看鱼石在左手边 就用左手来一次小鱼 好 顶面又复原了 那我们还差最后一种情况了 坦克 坦克呢 同样 差两个脚的 我们都说 左手大拇指要摁住一个小黄点 用右手做小鱼 好 那变成小鱼以后 现在是左手小鱼 再来一次左手小鱼 哎 哇 好巧 我这个魔方正好就拼好了 但实际情况下 有的时候呢 真的会碰巧 可是不一定每次都会碰巧哦 那我今天 给大家讲解了这七种情况以后呢 就大家已经能够自己复原顶面黄色了 对不对 好 那自己就去试一下吧 把第一层拼好 而且黄色顶面也要拼好 在刚刚呢 我们已经学会了 如何把底下的第一层和顶面黄色都拼好了 那我们还差最后这一圈就好了 对不对 这一圈相当于三接魔方的哪里呢 对 它没有十字位置的话 那也就是没有第二层 我们刚刚拼的这个黄色顶面呢 指的就是三接魔方的黄色顶面 那插的最后这一圈呢 对 就是三接魔方的最后一步了 大家还记得 这最后一步我们之前用的是什么公式吗 一个是先换脚块 用U字形公式 脚块复原 一个是棱块复原 三棱换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二接魔方呀 它没有棱块 所以咱们只需要用脚块复原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一个U字形公式搞定二接魔方 来我们现在看一下要怎么用吧 在三接魔方里呢 咱们要找U字形公式 二接魔方就看不到了 可是呢 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上面这两个颜色如果是对齐的 我先把它放到隔壁旁边面啊 就是这两个颜色如果是相同的话 那它就其实就是我们三接魔方里的U字形了 咱们把它呢 放在右手边 顶边冲自己 直接做那个U字形公式 上两下 底下转两下 低头 向右看 抬头 底下再转两下 低头 向左看 低头 咱们的二接魔方就复原好了 好的 那大家先不要着急 因为它还会有另外一种情况 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到了吧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 四个面都没有两个连在一起的情况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就是随便先一个面冲右手 顶面冲自己 先做一次U字形公式 让它先出现两个连在一起的情况就可以了 上两下 底下转两下 低头 向右看 抬头 底下转两下 低头 向左看 低头 好 那这样呢 就会有两个连在一起了 我们再把它 冲右手边 顶面冲自己 再来做一次刚刚那个公式 上两下 底下转两下 低头 向右看 抬头 底下转两下 低头 向左看 低头 哎 这个二接魔方就复原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的呀 它真的跟三接魔方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好 只不过呢 没有棱块 没有第二层 没有换棱公式了 嗯 那大家再拿他们两个去做对比的去练习吧 在刚刚的课程中呢 咱们学会了如何复原二接魔方 那我们是以一个已经学会三接魔方 有这个基础的人再来学二接魔方 就会觉得比较容易了 但实际上啊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如果咱们把这个一个打乱的二接魔方 给一个不会魔方的人来复原的话 他们一定会觉得非常非常难的 那现在呢 咱们就一起来对比一下二接魔方和三接魔方吧 嗯 咱们虽然会拼了 也要知道它实际上是三接魔方的哪个步骤哦 来 那我们先看一下 刚刚我们拼二接魔方的时候 刚刚我们在拼二接魔方的时候 要先拼第一层 哎 对 第一层 千万记得是一层而不是一个面哦 三接魔方的时候 咱们一直在强调 先把十字搭好了 然后脚块要放对位置 一定要放在什么颜色角 放在什么颜色中心夹角的位置 才可以拼好一层 但是二接呢 因为它是偶数节 哎 之后我们还会发现 四接 六接 八接 这些都没有中心块 对 偶数节是没有中心块 所以我们呢 不太好辨认 到底这个角应该放在哪个位置上 对不对 嗯 这个就需要注意一下了 嗯 我们比如说看到这个白橙绿色的角块 一定要放在挨着这个红绿角的这个位置旁边 哎 就是先找一个角作为基准 由它来固定这个面是什么颜色 这个面是什么颜色 那看这个如果以白红绿作为基准啊 那面重咱自己的就是绿色了 在右手 在你们的左手边的这个呢 就是红色 在你们右手边这边呢 就是橙色 在你们后面呢 就是蓝色了 所以我如果找到一个白橙绿的角块 那咱们想想空间里要有一个这个想象 想象空间啊 这个角块就是 咱们的思维要有一个这个想象空间 就是这个角 那它就是一个白橙绿的角块位置 所以它要到这个位置怎么办 开门 转进来 关门 好 那它进来以后我们再看一下 白红蓝应该在哪啊 这个面是红 我这个面是蓝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角是白红蓝 我们就要把这个角放在这个位置的上方 然后放在你的右手边 再用咱们的三接公式把角放进去 哎 其实最难的呢 就是这一步了 好 最后一个角 因为最后一个角啊 你已经确定了三个角的位置了 只有一个空位给它了 所以最后一个角没有什么难度 我们直接把它放下去就好了 哎 第一层拼好了以后 那就相当于咱们三接魔方跳过了小花和十字这两步 直接拼了角块 对不对 好 我们可以拿一个三接试一下 好 我们先把白色作为底色放在下面 然后跳过小花十字 直接去拼这个角块 你们也可以自己在家试一下哦 好 直接找到这个白色角 把它放在这四个位置上 好 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这个第一层的 如果以二接来看的话 它是拼好的吗 对不对 角块颜色都是相同的 白色角 好 那跳过了这个前两步以后 我们直接拼好角块 之后还要再跳过两步 就是这个你的中间第二层和顶层十字这一步 也要跳过 我们直接就拼顶面黄色这个复原角块 也就是小鱼的那一步 好 我们二接呢 就直接到了小鱼这一步了 嗯 没有刚才的第二层和顶层十字这一步 直接就拼小鱼 好 那就把顶面复原了 那我们在三接里面也一样 哎 也是正好是一个小鱼 是不是这个四个角就复原好了 哎 现在大家不要看这个轮块和中心啊 好 那最后一步 二接最后一步 就是要还原角块的位置了 角块位置 就是咱们的U字形公式 对不对 找到这个两个连在一起的颜色 把它冲你的右手边 顶面冲自己 做一个U字形公式 哎 就复原好了 那我们在同样的道理 在三接里面试一下 我找到了这两个颜色相同 冲右手边 顶面冲我自己 先做一个这公式 好 那实际上 看似这个魔方比较混了 但我已经把它的所有角块位置 都归位了 复原了 对不对 哎 有兴趣的小朋友们呢 可以自己拿着三接魔方 试一下复原他的八个角块 试一下复原他的八个角块 好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回去多多练习吧 咱们 sleeve 看似这个算讯 还是阻一百个角色 然后现在不可以找到 礼物 这道理 这道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